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 發言人鄭家朗 其實今天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 將會與東會同地方整合了第七個標站 當中包括共有新界 我們都會呼籲如果同學能夠參與實體投票的話 盡量參與 因為實體投票我們能夠嚴醒同學的身分 能夠知道同學為同學生 而且同學能夠參與實體投票 能夠令我們的公投更加有報信 所以我們期望 如果學生真的能夠參與實體投票的話 就是你到現場的 還有就是想和警方說 其實我們很大機會都看到警察黑警 他們會用限賞的費用 去限制我們這次的公投 甚至可以搗亂我們的公投票站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的就是 其實我們的票站從來都沒有違反 香港的基本法或者任何一條法例 都沒有禁止過我們香港人 參與民間公投的權利 所以如果政府現在禁止我們民間公投的權利的話 其實幫助我們每一個學生的基本人權和自由的權利 所以我們要求政府 不要再在這個反應時下搞小動作 因為搞多少小動作 我們就越能夠見到這個政權的真面目 以及想提醒這麼多位的學生 我們希望這麼多的學生 能夠珍惜今次公投的機會 因為今次公投不只是公投 百貨運動的未來 更加在公投我們香港的未來 因為香港的學生 除了香港的未來 更加在香港的現在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 踴躍出來參與投票 當有建制派說 我們煽動學生出來 說有黑手新入校園裡面 學生今次親自走出來參與公投 就是真真正正的告訴政府 我們不是被煽動出來的 而我們是因為我們的獨立思考 對於政府政權的批判 對於國安法論利弊的陳列 我們先會走出來參與公投 每個出來參與公投的 都是振振有詞的 所以就用我們的行動 來證明給政府看 我們不是扯善公仔 我們不是被煽動的新聞 我們是香港的公民 還有這個公投 很可能就是國安法立之前 最後一次大型的民意動員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把握的機會 當現在學校處處受到制肘 政治言論不能夠在這個學校裡面討論 甚至是說被捕的學生 都要接受奮負過程 國歌法限制著學生自由 警方能夠隨意入學校執法 這些等等都已經是將學生的權利 和學生的保論自由 踩到上身口了 所以當他們侮辱我們專業的時候 我們就用公投票反擊他們 香港學生出來投票 去到七個票站 我們呼籲大家出來參與投票 其實公投就是犯證 當國務院點名 說我煽動公投的時候 當中聯法多次發聲明譴責我們 甚至是楊潤雄 是出信恐嚇學生 說參與公投就是要有後果的 學生要受到懲罰的時候 意味著政權很懼怕這次的公投 所以政權越不容許我們做的 我們就越要去做 我們知道這是一件正確的事 所以希望大家出來講爭 出來共投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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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